歡迎收看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技術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為了專訪議題的整理 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一些 比較制度性的問題 文化的問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要去看他背後的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我們更期待你可以透過 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的經費來自於全民的支持 因為你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走得更久更遠 走得更好 能夠製播更好的節目跟更好的報導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聊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其實在節目的 我們的節目裡面其實也過去幾年也 每隔一陣子都會出來討論一次 就是公共電視的問題 那當然知道 我們知道在台灣的這個公共電視 公廣集團前一陣子 其中之一華視呢 兩個禮拜連續 出了六個包 特別是在字幕上面都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有一部分 其中更大問題是跟所謂的國防 跟整個國家安全是有關 所以很多人引起了很多人的恐慌以及不滿 那當然也造成了這個 董事長陳韻秀 跟戴總經理陳雅琳的請辭 那說實在的 在台灣的媒體 這種跑馬燈出狀況出 文字上面有一些疏漏 其實也不能講說司空見慣 但是其實還算蠻普遍的事情 但是這當然是不應該發生 可是在公廣集團 他被更認為是不應該發生 所以華視出包就會引起了很多 對公廣集團的相關的討論 包括華視的經費預算有沒有問題 政府本來是要給的負負擔捐贈 到底給了沒 公視的董事會為什麼一直都選不出來 那公共電視法到底要不要修 台灣的政府 不管是藍的政府或是綠的政府 他們到底怎麼去看待公共電視 他們會希望公共電視 是會更好的嗎 還是就這樣擺著讓他擺爛呢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就要邀請到的我們的好朋友 陳忠銘 他是公共電視的研究員 他同時也是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成的助理 他同時也是輔仁大學 大眾傳播學成的副教授 來跟我們談這樣的一個話 忠銘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高雄好 非常謝謝忠銘 在節目當中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來討論這個話題 事實上我們的節目 討論公共媒體 不管是我自己的這個 這個單口上升 這個獨角戲 或者說我們找人來訪談 大概也都談了好幾次哦 所以有時候談的時候 都覺得說 哇 每隔一陣子都要重複的談一次 覺得有點煩哦 到底會不會進步 到底有沒有改善的可能 不過我想還是要把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跟全民 都很有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還是要再繼續的 來把這個問題 多做一些討論哦 當然我們在討論 公廣集團的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從我們最近 華視在兩個禮拜 接連出包六次哦 那這個接連出包六次呢 也讓這個 陳毅秀羅董事長 還有這個代總經理 陳亞玲也辭職哦 可以先告訴我們這個 為什麼會出包這六次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我們側面只知道了 也不是我們不是實際調查單位 簡直上來講 華視應該就是 在做這個52台新聞台 他的規劃跟他的預算 都是比較有限的 能夠使用到的專業人員 應該也是一些 並不至於理想的狀態 那當然 因為這是各位也都知道 這個新聞頻道的上架 他跟NCC很有關嘛 我覺得整個政府政策 並不太正確 因為要給華視的幫助 應該要負擔捐贈的預算 可是他讓他有新聞頻道 居然沒有編預算給他 希望他以廣告來維生 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在現有的媒體生態 是很困難的 因為現在的新聞台的競爭形勢 還有呢 公共廣電集團 應該有標準 這兩個是很不一樣的生態 在媒體政策上 讓政府應該很失職 華視應該有編列 負負擔預算團做這個事 或者是華視要結合公視 在公視的架構上去做 才有辦法 不過這個是不是涉及到 負負擔捐贈 我們待會再進一步的跟他討論 只是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華視成立 這個新聞頻道在52台 也不是NCC說你們來成立的 是華視自己看起來 是他自己去爭取的吧 我們看到當時是有非常多的 這樣的一個 看到他們熱情熱切 或者是有很多人都支持 那這個跟NCC有什麼關係呢 那華視自己要去爭取 華視不就應該去自己解決 在經費上面的問題嗎 我覺得從圈內的人明眼來看 都知道這不是那麼單純 政府當然有政策在介入 而且是不正常的介入 因為在有線電視新聞頻道 遲斷是商業機制 這個部分以華視能力 就算自己願意也爭取不到 我們研究的人都知道 這個絕非是單純的 就是政府的介入 而且是不正當的介入 個人認為 但是我們先不談政治分爭 而是說華視願意是一回事 可是呢 如果不考慮到自己在 預算的合理性跟獲利的模式的話 他當然是進入到一場 他自己都承擔不了的災難 所以我認為NCC當然有責任 因為NCC開了這個門 還政策上的指導 而且還違背市場機制 這些做法其實是不對的 你應該給華視 應該給他公共頻道 正確來說 他應該在避載評斷 如果他是公益的話 不是在新聞評斷 那個是商業 這是兩回事 的確這是一個切入點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華視被認為是公共媒體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避載的評斷 避載的評斷 大概就是我們在十幾道 從這個六七 一直到大概20頻道左右 大概都是一個所謂的避載評斷 可是這個華視當然 他因為是新聞台 所以他去爭取了 或者是他其實被認為 應該要放在那樣一個頻道當中 那待會我們會繼續來 繼續跟他談這個負負擔捐贈的部分 不過因為華視這件事情 他引發了非常多的效益 效應 這個其中一個效應當然就是 剛剛談到了這個陳玉秀董事長 跟陳雅琳代總經理的請辭 那不過這個請辭之後呢 華視董事會也隨即改選了 選出了這個鄭志龍董事 來擔任這個董事長 但是他雖然選出來他當董事長 其實也有幾位的公視的這個董事 其實是有一些不滿的 那其中一種說法就是 公視在華視持股了85% 那以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應該是由公視的董事長來兼任 那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個華視自己去選這種方法 這種做法是一個不妥的 不過華視也做了一些回應 他們表示說 華視是依照公司法 以及他們公司自己的章程來 規定來推派新任的董事長 那最後也一樣會交給公視董事會 來去做這個同意這件事情 所以他認為沒有程序的問題 那我想有一個更根本的東西 就是 華視跟公視大家都覺得是公廣集團 那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他不能自己選總市長 為什麼他要兼任 為什麼董事長要經過 華視的董事長要經過 這個公視的同意 我覺得這個很多人可能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制度上面他們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而這個在選任的程序上面 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好 你先問的是什麼關係 就是就架構來講 當初2006年在制定整個架構的時候 用負負貪捐贈 把華視大股份捐贈給公視 讓公視持股 這個政策的安排 其實就是希望公共電視基金會 是個母公司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個集團控股的概念 所以當然合理的這種治理的推演 就是說集團的董事會 可以決定子公司的董事會 那麼董事長當然取得一體治理的效果 中效最好是一致性 就是董事長直接接任子集團的董事長 或董事長派由基金會 母基金會的執行長去監 這個制度也可以 不過目前就採取 就是母基金會董事長 兼公司的董事長 因為這兩個事業是相對等的 甚至華視的規模還稍微大一點 這是政策使難 所以在這個對等下面應該是 比較尋求治理的一致性和安定 所以當然是由公司董事長 兼華視董事長 這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所以這是制度上的安排 它有這個特色是沒錯 但是華視本身是公司法規範 各位要知道 公司法有比較綿密的所謂的 金控或者是集合制度 所以華視也的確可以依據公司的 治理原則來做它有效的治理 所以這兩者不能說有相悖 只能說有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法律建設的支持 不過這個會不會在治理上面就會 看類似這種狀況 就會發生一些紛爭 就是照理來講 到底要怎麼做 他們還是同一個集團下面的 這種控股的關係嗎 那應該有他們自己的原則跟做法 那為什麼以前是這樣做 現在突然間就是自己選出來了 雖然他可能沒有違法 但是其實從慣例來講 或是從一個公司治理來講 他不會有一些問題嗎 你要說公司治理有沒有問題 他有他的解決方式 所以他會說他沒問題 依據現在的檯面上的說法 應該就是說 華視有治理補足的必要 所以取行他的解決效率 因為畢竟董事長堅持持 是堅持持掉 所以他必須在他的穩定性的商業性 因為他有商業性 他有商業性的穩定性必要 他接受金管會直接的監督 他也有必要去穩定 所以他會使用較為有效率的執行結果 最後再請公共電視基金會追認的方式 他會以這個角度去看 同時他召開董事會的時候 也希望所有公司法人指派的董事要出席 我覺得這上面是他原本的設計 可是現在我們看到問題當然不好的是 有一些董事沒有出席 不管什麼原因沒出席 所以不能達成一個極大多數的共同意見 所以才有這樣的紛爭 那這些當然都是個案 都是個案 不是通案 這些個案就有勞這些董事們要去思考 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但是華視必須受到公共電視基金會 因為監督是沒有改變的 因為他的重大決策還是要追認 所以到最後他仍然要經過公司基金會 公司董事會來去做追認 或者是來統一這樣的一個 是不是能夠上任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談到的是 有關於華視出席 他特別是所謂的跑馬燈這個出席的狀況 那當然原因很多 也許他是來自於在工作上面的一些 熟練或是剛剛談到 也許在人力上面的不足 不過在這件事情上面 也讓大家看到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其中那個出的最大包的 有關於這個國家安全的疑慮 這件事情其實是這個 新北市消防局的一個標案 一個案子 那得到這個案子其實也不是只有華視 包括中視 民視 東森 從公文上面都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也有參與這樣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出現之後 就引發了另外一個討論 就是公廣集團可以去接標案嗎 那接標案之後他可以放在新聞嗎 或者放在新聞跑馬燈上頭嗎 那其實我之前做節目的時候 也把公廣集團的 在過去幾年的預算拿出來看 那就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大概政府每年 公廣集團現在每年有20多億的這個預算 但是有將近一半左右 每一年不太一樣 大概40到50或是50出頭一點 就是所謂的勞務採購 那這勞務採購可能包括是客台 包括這個台語台 或是各式各樣的這種專案的方式 來支持他的運作 那當然華視的經費跟公廣公視的經費 他是脫鉤應該是脫鉤的 那這種以公視來講 或是以華視來講 特別是公視 這樣的一個勞務採購的預算 將近一半 這反映出了什麼樣的現象 這樣的一個現象 是一個健康的狀況嗎 你的問題很大 我們一層層來說 第一個我先幫你協助說明的 新北市這個案子不是標案 他是依照災盲法提出的政策協助 第一個我們不要把這個當作標案 第二個你就指到公視預算 當然你在根本的質疑還是認為 我們使用太多的標案 或者是特別預算的方案 其實就反映了 法定編列預算不足 法定編列的預算不足 世界各國的看法都一樣 政治決心不足 執政者的政治決心不足 也就是白話說 執政者不是很喜歡公共電視 這其實很多的國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好像特別的明顯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一個政治矛盾 這是全世界都一樣 不是只有台灣 所以造成政治決心不足 政治預算不足 但是你要照公共電視負擔的法定任務 政治又不能不幫助 所以取其巧就變成所謂的 特別預算跟標案 依據我們現在的法律規定 房電法第五條的例外規定就是 我們這種基金會 因其特別的法 它可以接受政府的輔助 因為它有一點規範 所以你會看到說公共電視自己預算 客台台與台 或者將來的國際服務 這都是合乎廣電法的特殊規定 就是從其特殊規定 可以接受預算編列 這中間你也可以說有的是標案 但是這是有點不太一樣的標案 因為這是一個不間斷 是多年性的 而且是持續標案 意思說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特定性的限制性招標 好 這是一種合乎法律 第二種就是要合乎政府預算法 這個是不定性小額的 或者是依據部會業務需要的 開出的標案 第一個它要合乎預算法的執行 這是先規範政府 第二個像公共廣電集團這種 可不可以去標 這要合乎公共電視的內規 第一個法律沒有禁止我們 第二個我們內規是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提供媒體 勞務的採購 承辦 但不代表能在頻道上播 如果它是節目的話 第一個它如果是節目的話 它是委託在其他頻道去播 公共電視華視 只作為專業製播的提供勞務 就是它製播但是其他的頻道播出 頻道去播或政府頻道播 政府有自己的網路頻道 對不對 它如果要在華視跟公視播 就要依據我們內部的 專業的製播流程 包括審片 包括所謂外片捐贈 我們叫外來的片子捐贈的審驗流程 確定沒有政治性的問題 確定沒有偏哪個黨派問題 它才能在我們本評播 這個是在我們標案的時候都會說明 也就是你們自己會有一些內部的規範 去檢視這個到底合不合適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對 如果政府真的希望在公視播 我們也會在標案的時候就說明 這要依據我們專業自主的判斷 才能夠承諾 不是我們必然承諾 因為如果你需要的方向 是為政府單一面的宣傳的話 這個某種程度一定是不會在頻道展現 當然你現在會看到很複雜的問題 叫資源共享 資源共用 我不否認媒體上是需要有這樣的忠效 譬如說我這些政府表案 同時間會做點自己的搭配的一些業務 節目上可行 可是新聞上更小心 因為新聞是相當敏感的 所以這種共同使用資源的方面 我會認為是相當危險的 而且相當容易涉入紛爭的 這些東西最好 他要這樣做之前 都要經過內部製播流程的公開討論 包括新聞的製播人員 專業的資深編輯 要公開討論怎麼處理才能執行 這是製播準則上一般的規定 就是有特殊事件都要經過公開討論 留有會議記錄 同時送董事會合費 但這些程序都美不掉 你才能夠綜合使用這些資源 然後做某種程度的播出 好 就是大概整個體來解釋是這樣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得到公共電視 他或者是華視也好 或整個公廣集團也好 他其實的確是有一部分經費 不管是剛剛談到一種所謂的 偽辦的方式 或者是一種標案的方式 他其實都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經費 可能會是一種不穩定嗎 就是有這個案子跟沒有這個案子 什麼時候有這個案子 什麼時候沒有這個案子 每年的狀況可能都會不一樣 那或者是說 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來看 就是台語台 基本上來講 他是因為這個國家語言法 出現之後 他開始變得有這樣一個台語台 可是台語台的預算編列 跟公共電視不一樣 公共電視用預算捐贈 可是台語台似乎不是這種用捐贈的概念 而是用委託的概念 那這個委託的概念 事實上也是從文化部的預算 但每年都必須經過立法院的這個審查 這個立法院會不會他開心或不開心 支持或不支持 使得台語台的這個經費是不穩定的 甚至他可能就這個政策就消失了 或者這個政策就被卡住了 這在公廣集團的經營上面 他不會有些問題嗎 這一種標案的方式也好 或是違反的方式也好 那既然我們都需要這麼多的錢 為什麼他不是編逐預算呢 第一個你認為立法在這個上面會有問題 因為他本身有母法的保障 包括國家語言法 包括客家的法 對 相關的法律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經驗裡都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他有母法的保障 那麼立委只能針對 編列預算的合理性的一些討論 他不能根本否定這個法律 法律下衍生的預算案 因為預算案就要執行 所以基本上這個在設計上 是有迴避這個問題的 但是你要說到說這些東西的編列 為什麼不國家來編列 那就要回到國家的財政預算的制度 目前我們是屬於國家捐贈財產法的 在台灣不是只有公司而已 你要知道經濟部 農委會這些所有的 加起來的各個政府的部會加起來 財產法案應該有100 200 300 這麼多 這有共用一條會計預算 他的預算基本上 以不成長為目標 以自酬為方案 就是該財政屬於的財產法人 要自酬方案 那如果你真正不足 你就去標案 你就看到很多經濟部的財產法人 都是用標案 那麼這種財務制度是政府的一條綠法 一條綠的想法就有吃之偏頗 因為他沒想到公共電視是媒體 沒有那麼單純 沒錯 所以我們常常在爭辯這些事 在主計財快的制度上是相漢格的 這是很麻煩的事 怎麼說呢 而且這個 他不會理我們 他的原則就是定 第一個 政府捐贈財產法人預算不成長 第二個 第三個 你自酬為原則 第三個 我有標案的制度 所以他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公共電視 他可能是一個文化產 甚至跟國家安全是有關 文化認同有關 而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他會把當作是一般的 這種捐贈的事業 一般的企業 一般的法人公司來看待 對 你這樣講是一種說法 另外一個 他沒有責任 他覺得他自己沒有為師之處 我覺得這是最嚴重的 主計處這樣想 他當然就不用這樣 多花點力氣做這件事 他就只要守住那筆錢就好了 所以他問題應該也不是在主計吧 如果照這樣子說 一定 在主計處 主計處權力很大 我們要了解政府內部的運作 各部會在搶錢 都是主計處在做裁決 說實在的 公共電視從新聞局到廣話部 沒有一任局長否定要增加預算 每一任局長跟部長都在增加預算 可是送到主計處後都打回票 他的權力是很大的 不是很小的 是很大的 主計處背後就是行政院長 所以他的權力相當大 所以當然沒有責任 如果行政院院長有心 他就修法不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他直接在預算 沒有一個行政院長有心啊 沒有一個行政院院長有心啊 在行政院院長的身上 你要從行政院院長的角度去看 行政院長有心的是什麼 是福利 這些對選票有用 衛生 健保 還有所謂的福利 各種社會福利 是他最優先要顧 因為這跟選票有關 從行政院長角度看 看到最後公共電視是最 minor的問題 因為他看不出有缺乏 最沒有選票的一群 或者是他看不出有缺乏 你懂嗎 因為少你一塊 他也沒感到什麼利己的危險 所以當他的角度是這樣的時候 除非用法來規範 否則的話 他們很難在他的自由裁決下 願意拿出更多精力 來照顧公共電視 也就是說如果我不知道這樣講 是不是一個很武斷 就是他們可能是一個選票思維 那頂多選票是看在福利制度上頭 那台灣的福利制度 當然我們會看到健保的支出 或是很多長照支出 其實在過去來講 過去來都有在成長 可是在文化這個想像上面 或是文化產業上面 這個不是他們認為重要的事情 或是這個東西即使我增加了錢 大家可能就開心了 可是大家可能開心的看到了這個好的節目 但是他不見得會反映到選票上 這個在政治上都是如此 這不是只有台灣這樣 所以我剛剛說要用法定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政治人物都是一樣 都有他的盤算 他的合理盤算 OK 講到這個法定 其實我們待會兒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聽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2006年這個無線電視五處理條例 其實華視走向公共化 那他其實有兩個很重要 跟財政有關的這個 相關的一些規定 包括要買回民股以及付負擔捐贈 那這也會使得這個在公廣集團 或是在華視的經營上面 運作上面 他是不是相對之下 能夠有比較大的自主 或者是他是不是能夠有一些比較 充分的經費可以持續去做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來討論這樣一個話題 同時也要來繼續跟大家談 有關公司法修法的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華視新聞近來接連出錯引發爭議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今天邀請NCC主委陳耀祥來報告 藍委是假動抗議要求陳耀祥下臺 華視要嚴查撤照 陳耀祥表示說會依法處理 而華視上午也召開臨時董事會 通過董事長陳玉秀的請辭案 並且由董事鄭志龍接任華視董事長 而華視的代總經理陳亞玲請辭 的人事案將會另行召開會議 來決議新任的人選 南委群起抗議圍住NCC主委陳耀祥 痛罵NCC沒有公信力 因為華視新聞近期接連出錯 南委還質疑華視疑似幫農委會 進行網軍操作 要求陳耀祥下臺 華視嚴查撤照 經過近二十分鐘的抗議 陳耀祥對於上臺專案報告 不過南委質詢時 持續就華視內控出問題 追問要比照中天電視案處理嗎 內控司令 是不是符合撤照的標準 由於華視二十八號召開臨時董事會 會中決議同意華視董事長陳玉秀的請辭案 並由董事鄭志榮接任董事長 而華視代理總經理陳雅玲請辭總經理議案 將另行召開會議決議 新任人選 由於華視引發的爭議 除了檢方江朝栽訪法偵辦外 監委也申請自動調查 對此陳耀祥重申 全案一定會秉公依法處理 做成調查報告後 交由專家學者公民團體等 共同組成的諮詢會議討論 提供建議後 NCC再做出決議 記得陳嘉欣謝其文太北報導 歡迎回到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燦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新聞的回覆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我們的經費也來自於全民的支持 也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讓公庫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報導 讓燦燦時光會客室 可以做更深度的訪談 做更多精彩的內容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談 華氏粗暴這樣的一件事情 當我們從華氏粗暴這件事情 要來談到工廣集團 他是不是亂成一團 工廣集團還有解嗎 他還有未來可做的事情嗎 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來賓市 是否認大學大眾傳播學成的 兼任副教授 同時也是公共電視的研究員 陳周明 陳老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大概有談到華氏的一些狀況 那也提到了這個有關於 經費預算的部分 那這個經費預算 如果從華氏這邊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還蠻重要 但是也很嚴重被忽略的一件事情 就是無限電視公股處理條例通過之後 其實剛提到 它事實上就是台式走向民營化 華氏走向公共化 那這個公共化 事實上它就會增加了一些 這個它原本是商業媒體沒有的負擔 所以它有兩個一個在經費上面很重要的 當時的一種規範 一個就是要買回民股 因為我們知道華氏 它現在還是有一些民間的股份 這過去的歷史的發展 它事實上 除了國防部還有教育部之外 還有一部分是民股 所以要買回民股 這樣子在公司的治理上面 似乎相對之下 是一個比較完整可以做的事情 另外一個是負負擔捐贈 負負負擔捐就是 你多做了很多的負擔 那政府就要捐贈你一筆錢 然後讓你可以去 去協助你去做這些所謂的公共義務的事情 那我記得我其實忘了哪一年 就是反正大概十多年前 我曾經是新聞局的負負擔捐贈的委員 然後在那次負負擔捐贈的委員 那個會議當中 我們其實這些委員們就一致的同意 就是要給這個華氏這個負負擔捐贈 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一兩億 可是這一筆錢似乎到現在都還沒有給 就是這個負負擔捐贈 不管是民進党執政 當時是民進党執政 後來變國民党執政 現在到民進党執政 這筆錢到底給了沒有 那我印象當中是沒有給 我想要請教陳老師 就是這兩個會不會是其實華氏 能不能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之一呢 對於預算來講它是需要的 因為它已經是公共電視的一環 它是做商業廣告的公共電視 這在國際上也有範例 所以它的預算來源就會多元化 不會只有商業預算來源 收入來源 包括公共服務的節目直播來源 但是我們政府在立定法律的時候 給自己開個小名就是 它變成得編列預算 看情況編列預算 所以它可編可不編 對它的公共義務是應該要做 可是預算不是應該要給 這樣子的話就造成一個不同步 一個錯綜還有一個矛盾的現象 那你也知道所有預算程序 都還就是要回到行政院編列 所以這個還是死路一條 行政院更不願意編列 就照現有法律架構下 他沒有責任的話 他就不願意編列 因為他根本連我們常常法人 他都不想編列 他還編給公司法人 所以這個是死路一條 所以這個法律設了等於是 這個是很可 所以到現在也都沒有編 附附帶預算給華氏 那麼唯一是政律軍當部長的時候 曾經說台語牌的預算 有一部分 從其這種精神編列給他 可是這是還是很微小的 相當微小型的部分 就這麼尷尬而已 就是從精神 但是並不是依照法律的這種義務 或是責任 是一種故事 他是精神像 可是因為他沒有經過整體的政策評估 包括在成立負責捐贈監督委員會 應該是正常的就是他捐列預算 我們的監督委員會要運作 運作來看待他這一年使用負責捐贈的執行成效 應該是這樣 現在都沒走這條程序了 現在都是一個類似的現象 可是他這個金額也很少 所以給多少錢 就給那一次是嗎 然後他其實用 每年都還是會提列一部分 都會提列一部分 大概是給多少錢呢 是做什麼用呢 我記得是千萬做台語 台語 就台語 真正就是台語 OK 所以其實 並沒有實際的去走原來的這個法定的程序 然後我自己的印象當中 我記得我們那個十多年前 開完那一次會之後 我們就消失了 然後也沒有人再找我們去開會 然後也不知道後來發展怎麼樣 是啊 因為沒有編列任何預算 就沒有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是跟著預算走 當中我會開那個會 因為是捐贈股份第一次 對 捐贈了股份第一次 誰開那個會 嗯 對 當然我們不是要為了 我們不是很想要開會 是說這不是一個 我們當時已經通過了一個決議 那後來為什麼消失 所以常常也會聽到一些華視的呃 員工啊 或是這些管理階層 也會聽到他們對這件事情的一個抱怨 而的確 既然我們交付他們做公共義務 既然法律當中 雖然寫的是德 但是不只是精神 而是在實質上面 我們都應該要去考慮到 在公共媒體他要做的這些事情 而且我覺得 呃 雖然那個法規的使用是很tricky的 可是從一個政治上面的態度 或是我甚至覺得 某種的政治責任 都應該要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來自於民股的 編列預算把民股買回 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華視的民股 並沒有買回 對 那沒有執行這件事當然是大家的疑問 可是大家要知道第一個 我們並沒有寫出特別條款 排除憲法上不得徵用民間財產 這種強制徵用的規定 所以換句話說 民股不是應該要買 而是他可以賣 他也可以不賣 所以的確政府走的程序 給了一個他認為公定的價格 可是民股不賣 不賣呢 這個程序走完幾年後呢 預算自動收回 就沒有再賣的可能 因為沒有政府編列預算來賣啊 除非你公共網店集團自己要拿自己錢來買 這也不太對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就僵住了 這是民股不賣 你就沒有辦法 因為照現有法律 它的架構並沒有突破 強制徵用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部分 不會對華視的運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應該說我們是已經是公廣集團是大股東的 是沒有這種嚴厲的影響 只能說會不會還是有損害民股之餘這個問題 因為你做公共服務的時候 畢竟不是市場地價 所以這個會經營上的一些困擾 會不會有損害民股獲利之餘 被訴諸公司法 這個部分多多少有一點影響 但不是很大的影響 當然我們看到公司的部分 除了我們剛剛談到預算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公司董事會的難產這件事情 那在這一屆的公司董事會已經延任了一千多天 那一千多天 當然是創了歷史的新高 可是在2013年的那一屆底頭 其實也延任了900多天 也是將近一千天左右的時間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歸大牆 一直重複的發生 我前兩天在課堂上面跟同學 來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分別放了2013年 2016年以及2020年的選任的這個過程的這個影片 那你會發現不管誰執政 或誰在野 那個結果幾乎都是一樣 它的原因是來自於這個 我們的公司的董事會是由行政院提名 那但是他必須經過立法院所推取的這個審查委員會 這個審查委員會不是立法委員的本身 而是他們找了一些按照政黨比例找了他們認為的選者專家社會賢達來進行這樣的一個同意的投票 那結果這個三分之三是很高的門檻 所以每一次大概只要有四個人不同意 那這個董事會就沒有辦法成功的這個選舉 所以有人就會覺得說那這個門檻是不是太高了 我們要不要把它改成三分之二呢 改成三分之二是不是一個能夠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但是表面上看起來有 就是說依照過去沒有通過的票數來看 對決來看 往下降是可以突破這個障礙 但是我覺得本質沒有改變 我要講的是我們實在是要思考審查委員制度是有問題的 這個才會造成所有難產 第一個審查委員是各黨派推薦進來的 他並不是一個常設組織 他也沒有既定遊戲規則 他有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行政程序的遊戲規則要遵守 有沒有執法都沒有 所以審查委員會每一屆組成之後自行決定他的遊戲規則 那這是一個沒有法規劃 就是一個臨時性的編主對不對 而且審查委員沒有責任 他對他選舉出來 沒選舉出來都沒有負責 都沒有去在行政上程序要被究責的部分 所以沒有好好執行的結果是大家都沒責任 所以你講什麼四分之三三分之二二分之一 要來亂搞的時候什麼都可以搞 那你當然說你會說審查委員都很複雜 都怎樣 可是我們政治上的民主不是在決定人是不是很複雜 是決定制度是不是健全 你說這些人都是社會公正人士都可以信賴 這個是一個精神講法 法律上不是這樣講 你必須究責有一定的權責相符 你才能夠做好事啊 所以我們不是說這些人不好 也不是說不信任這些人 制度有問題 當制度有問題的時候 人都再怎麼慎節也都沒有用 因為人不是百分之百完全 一群人做事更是需要一種規範 所以規範要很清楚 不是只規範政治面 我們現在只規範說什麼 統一黨派不能超過多少對不對 我們一直看政治面 我們民主政治很不成熟 我們不看程序面 以及它責任面 accountability 它責任要有 所以所有的審查委員會委員要負責 要負他的責要被究責的肯 你才會很正常的運作去選舉 選舉基本上不是個對決 是本於你對於人的審查的舉措來做 比如說你應該是在同意權的行使上要注意一件事 有沒有不同意的事實 因為你基本上是行使同意權 你是社會的各階層派來的 行使同意權是公正的 不是專業 我現在講 你看法醫 他是公正人士 所以他其實是針對整體結構是不是公正 而不是專業 所以基本上他們要行使的同意權應該是蠻消極的 不是積極的 但是好 就算你有不同意 你有沒有舉出不同意的試證 你才能投不同意票 不是黑箱 今天說我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那這樣怎麼審 大家要負責 所以在這裡沒有規範他們要舉證 為什麼不同意 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就是一個blind game 不知道在做什麼 大家選舉出來投票結果 代表什麼意思都不知道 這個人被否決了 請問他有什麼試證 他不試人 沒人提得出來 你看我們被否決了這麼多 覺得社會很不錯的人 他到底哪裡不好 哪裡有問題 沒有答案 怎麼會有這種制度呢 如果這種持續還不如廢掉 真的把它廢掉 真理軍部長時代的公廣法就廢掉了 我們應該繼續要把這個東西 視為一個很嚴肅的考慮 你所謂的廢掉是什麼 就是不要這個審查委員會 對 改為國會來領選 國會直接來審 國會有他自言遊戲規則 國會議員被監督很徹底 這個是比較確實的 而且大家不會把國會議員看為聖賢 你的意思是說對上監委 像NCC委員這樣的一個統一的過程 對 同意的過程 但是當然我們細緻上還要說 他有不同的做法 你要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決定的標的是 只能領三千塊車馬費的委員的概念 或董事的概念 不是在選擇十三檢認官 十三指的檢認官 這個密度要降低 立法委員應該知道 立法委員要自己制定 他可同意的一個事切做法 但是我認為立法委員是比較透明 而且比較要走程序 所以我不會認為說 降到什麼三分之二分之一 有幾個問題 因為審查委員會這個制度是不透明的 這個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的公共電視的董事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實權 那他其實就是一個無幾職 然後開個會應該是兩千五十三千的這個車馬費 那有時候被交付任務 他可能會是有關於新聞或是節目 製播委員會的一部分的這樣的一個成員 可是實際上我們用非常高的標準去選任他 這當然跟當時的這個政治環境是有很大的關心 或是來自於台灣社會的一種政治的不信任 我覺得這也有很大的這種關聯線 可是他在這個選任的過程當中委員 他其實上他可能是有權無責 他的權力是讓大家好像很嚴厲的去選的這些人 然後也常常不會過關 但是他的責任是什麼 那他也沒有被賦予到一個比較常設性 或者是一個比較能夠去了解這個環境 因為他常常大概就是一個禮拜左右 他才知道他要去審誰 那這個還好了 再回到那個更早之前 很多的這個審查委員是到現場才知道哪些人是被提名的 那那個更荒謬 那我們看到有稍微一點點的進步 但是我想這是遠遠不足的 不過你剛剛談到那個責任政治的部分 就是相對應要有一些責任 也有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乾脆就由行政院來提名就好了 因為有些國家他們其實回到一個責任政治的角度來講 就是誰執政誰提名 誰就要去承擔公共電視公共媒體 他所做出來的各式各樣的這種責任 或是他的內容也好 那這會不會也是一種做法的 只不過這種做法 我想在台灣 應該會引起大家更大的不安吧 本上你剛剛講的行政院提名 應該還要補一句話叫立法院通過 因為常理來說 他們其實未必是要經過國會通過 不是嗎 很少了 這已經比較少了 一般來講 或許我們說要實際上通過 什麼意思呢 因為都是多數黨執政 多數黨執政 你當然是多數黨的隔魁提名 多數黨投票通過 這是另外一個角度我們說 行政院提名等於就當選 對不對 但是他也是都經過立法院多數黨同意 那麼因為這是媒體 這是特許事業 所以呢 比較適宜的制度 當然還是要有立法院同意的必要性 但是行政院提名這個概念要很清楚是對的 為什麼 我們今天所看待的媒體事業在公共電視是一個特許 而且具有很高的國家文化代表性 大家這個我想現在清楚 所以呢 你必須政府要對他有責任 所以他提了人的時候他就要提出說明 我提這些人是希望他們要去做好公共電視什麼樣的事 不是公共電視的節目內容或新聞內容 是公共電視這事業怎麼經營 他的怎麼樣依據他的母法公共電視的職責把事情做好 依每一個不同的時代也不同的時代性 所以呢行政院提名要負那個責 他提的這些人是能實踐某種政策 而不是提對人讓一群不知道怎麼樣組合的審查委員來選出來 選出來後才知道天下怎麼是怎麼回事 這是不對的 從一開頭行政院提名就要向社會說明 我希望這些人依據公共電視法的職責 這三年要做什麼事 這要講清楚這樣才對 然後我才去審查 如果行政院不講這個等於是丟棄責任 等於是丟棄了母法該賦予他的責任 因為他就他負責獨一提名 提名沒有別人可以提 只有行政院可以提 雖然我推薦可以很多人推薦對不對 社會審查社會團體都可以推薦 可是提名就是他哦 所以這是提名權你就要負責責任 這要先標明清楚 然後呢我們才要從選舉制度裡頭要做改善 讓他選的出來是有責任的去選 那這樣清楚之後 這些董事去這個特許的基金會去認職之後 也很清楚的方向 那當然現在還多了一條叫做行政院提名董事長 然後立法院通過 這是在草案裡面有在討論 這也是一個符合我剛剛講的指標 當你提董事長的時候 人家就問你這個董事長請問 在法律的規劃下公司法規劃下 你需要行政院怎麼配合你執行 行政院要拿出資源來 行政院不是沒有責任的 今天提名出來代表你跟行政院之間有共同的意志跟方向 所以你要回答行政院要負什麼責任 在這三年把公共電視推下哪一個治理跟服務的階段 這個應該都在選前就要講好的 然後才給大家去選擇 不是不清不楚的跑出一群人說他是社會公正社會銜刀 就開始很奇特地把它選出來 結果到了到任第一天才跟大家講說 我來想想看公共電視該怎麼做 不是很好笑嗎 你現在過去也常發生 對啊 因為沒有人知道誰是董事長誰能說話 對不對 他是制度使然不是他不好 他要到了董事會成立之後進去開始選舉才開始提我要怎麼做 這怎麼對呢 你的所有資源要來自行政院的支持 你怎麼可能在脫離行政院的概念下去做這些事呢 否則你就變成 你就變成一個fundraiser fundraising 你講我要做的事我向行政院募款 請他幫支持我 這本來就行政院的事怎麼會變募款呢 怎麼會跟行政院去要錢呢 所以應該是你被提出來的時候 就要向社會說明行政院要付什麼責 行政院承諾給多少資源 這樣才有意義啊 你的意思是說今天我們過去的這個董事會選舉 其實先不管審查委員 他其實被認為是應該是一種獨立的或是中立的 甚至他不應該有任何的這種任務在身上的一群人 那他經過了一個可能不是很清楚狀況 或者是一個臨時性編組的委員會 然後吵了半天然後通過了這一群 然後這群人其實要做什麼 那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認為應該行政院這邊就是政府機關 行政部門他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的整個公共媒體的方向是什麼 在這三年這五年要做什麼 然後我要選誰出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來達成這個目標 而在立法院不管他是一個審查委員會也好 或是立法委員自己審 他也可以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標準 但是這個其實也會有一些人會擔心說 那這個會不會變成是一個政府媒體啊 這個會不會變成是一個政府的電視 那你去這麼強勁的這個一個意志在裡頭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跟過去的黨國媒體有什麼不一樣 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所選任的是一個治理的概念 依據我們現在財團法人法的上位規劃已經出現了 各位要去看現在時代跟以前不一樣 第一個公共電視這種財團法人組織 其實有一個上位法叫財團法的法 這個是對於組織治理有很明確的規範跟監理 還有積合原則 這個不是讓政府能隨隨便進來的 這我們要相信我們自己民主的發展 第二個公共電視自己有很明確的 長年的新聞自播準則 自播規範 這些是管每天發生的事 不讓政治介入的一個基礎 而且我們有比較強大的工會 所謂勞工的自由結盟的內在組織去監督 這個文化已經形成 政府要介入是很困難的 政治人物要單獨單方面的取得公共電視的討好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這個都是防閉的 然後在心理部分 已經很明確的 政府提的人是來治理 不是來做節目跟新聞 這要很清楚的 政府也要有概念 其實我們去看世界各國公共電視 它的董事的身份 很少在做節目 很少在做新聞 都沒有 他們都是在做法律 積合 還有法尊 或者是後勤資源財務的人 他們進來其實做的事就是治理 讓資源調度 人事法規 還有一些積合的原則很徹底的執行 符合現在民主社會的治理原則 他們不是來做節目跟新聞 這個我覺得 我們都是在題名上要很注意的 其實我們不太需要董事 總做節目或做新聞 因為那是總經理 我們需要這個管理者 對 自播人員跟總經理才負那個責任 董事會是不必的 董事會是監督為主 而且是合理明確的治理監督 所以呢 當你提這些人出來的時候 你的政府的介入的意義是什麼 是良善治理 不是我怎麼做新聞節目 那這種層次的依據是合理的 讓政府 政府本來就是要負責向社會大眾負責 本來就是這樣講 所以當我們要清楚 我們提的董事目的是做這個的 不是來做新聞跟節目 這樣我們就知道 政府的提名是對的 為什麼要讓政府有提名權 對不對 普通話我們可以唱另外一個 完全零碎的 大家是全民來提名算了嘛 對不對 全民來提名全民來選 如果照那樣講法 我們就回到更民粹的說法 全民來提 全民來選 全世界沒有一個供應是這樣做的 大家都遵循這方法是做的 其實就界定 董事會的權責是在治理 不是在阻止節目做新聞 他們介入不了這個部分 在這樣一個討論之下 事實上就會衍生出 我們接下來這個問題 就是在董事會上面 他跟這個所謂的總經理 或是這個所謂的相關的 這個直播團隊好了 或者是這種 CEO 這個概念之下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台灣 目前的董事會的組成 其實都是無幾職 那只有董事長是專任 那但是我們又看到 這個總經理是由董事會 去選任出來的 可是剛剛又提到說 這個好像董事會的人 他不盡然對於營運會 有一些了解 或者是他對於這些業界的 食物的人才也未必能夠理解清楚 那在選任的時候 也許會有一些困難 或是會有一些比較不精確的地方 所以在制度上面他應該是什麼 因為有些國家 他們的董事會可能 有好幾個人可能是有幾職的 或是他們的董事會 有些是從他們自己的 這個員工裡面去出任 他們擔任董事的這些成員 那台灣在目前的狀況底下 或是現在走到現在狀況 假設我們要修法好了 那要去在董事會去做一些調整 除了剛剛談到的選任的過程之外 這個內部治理他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所以各國都不太一樣 那我只能說一種說法 這只是我的說法 也不代表說共同討論結果 也不代表公司的意見 就是公共電視的這個董事會 跟總經理結構呢 如果過去曾有的比較有共識的說法 是過去 就是他是執行長制的一個方向 就是將為以更多的管理 跟自剝責任在執行長身上 也就是在總經理層次上 董事會最好違規他是監理的態度 但是董事會有監理的能力 所以他要有預算做監理的工作 我意思說當董事會有能力監理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介入太多了 我們現在問題是在於 我們不清不楚 我們的預算制度理由 沒有給董事會單獨預算 所以董事會沒有足夠的人 去幫他們監督 那麼這樣就會變成說 董事會要選個總經理的責任 會變得很嚴重 就是他不知道選出來這個人 他是否能夠好好合作 他又沒有幕僚單位幫助他 只有靠董事長一個人 所以過去的我們制度 在不清楚之下 可能就會有過於不齊的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要改革 防禁 那這個是在董事會城市可以執行的 那麼董事會當然有比較多的幕僚人員幫忙 他也比較能夠鎖定他要找的製播人員 專業人員來組成團隊 他對於這些人的了解 就能協助幫他知道 畢竟董事不是每一個人都是來自於專業 他是來自於社會各領域 我們目前還是承認社會各領域的概念 不是都專業 而且專業也只有一席吧 那麼這樣的情況底下 當然就需要幕僚幫助 那總經理執行長 其實他是搭配了原本 我們有足夠的專業訓練的製播人才 電視圈老這樣講 或者我們這樣講 影音平台 主要有專業訓練的社會量 是夠的時候 我們就不必害怕說沒有經驗的影機 那當然最重要我覺得還是幾個必要的 必要的資源要有 第一個就是有完善的新聞直播規範 新聞直播規範 還有節目節目直播準則 這個是要完善的執法 你要知道公共電視沒有執法 公共電視的執法 公共電視執行辦法 其實就是這些執法 它跟國家的法律不太一樣 每個國家都有母法 它就只是一個內部的一種規範 那個內部很強 因為它是執法 你要知道有母法就有執法 那我們執法是什麼 就是直播準則 我們概念應該就是直播準則 這個直播準則是很像我們執法的意味 所以這就是一個大家要確實去遵守 這個文化慢慢有的話就是好現象 就可以讓總經理比較規範性的 有專業承認的一個管理方式 跟執行方式 那當然新聞記者有自己的直播規範 它有自主權 那麼節目直播也有它一定的自主權 這樣就不怕有需要 還需要常常董事會來監督的必要 或者來協助不受干預的必要 就是你能讓直播團隊 能夠真正合乎民主社會來運作 加上我覺得還很重要還是工會 你有比較強大的工會 其實在某種程度 因為工會跟管理權是對等 可以有點對等 那麼這樣的形式 在某種政治上的一個所謂的抗衡 跟所謂的制衡是存在的 所以這樣的話我覺得更可以 我以執行長或總經理 比較大的權力去管理這個 這個所謂播出的製播業務 所以這些東西要齊全 但是我覺得現在比較多的董事會需要 做一些變革 因為我覺得製播文化其實都形成 還有一定的基礎 已經有一定的基礎 也就是對公視的員工 不管是在製作部也好 節目部也好 或在新聞部也好 事實上我都覺得有一定的成熟度 就是面對這些外來的 從什麼角度來的 就是說即使董事會一直選不出來 他們還是可以運作 那他們其實有一定的這種成熟的做法 來面對這樣的一個外在 可能來的種種壓力 但是重點是在那個制度上面 起碼你要把它做好 那當然更基本的是 接下來現在這一任 都是應該趕快選出來 要不然公共電視在運作上面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不夠完整的地方 今天非常謝謝陳中銘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中銘做一些相關的請教 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